这边来 到了一晚气氛降低 云层就会在这里形成浓雾 浓雾会给上空的候鸟带来什么呢 霧天它看不见它正常的前行路线 那么它 比如说天空没有月光 没有星光 那么这种情况呢 天空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不能辨别的方向 浓雾遮挡了周围的一切 月亮也消失了 在一团漆黑当中 惊慌失措的鸟怎么办呢 为验证鸟儿在雾中的行为 人们在只有一个窗户 能采光的房间里做了一个试验 在窗外放置一盏灯 把一只迟路关在黑暗的房间里 迟路看见灯光就飞往窗户 关闭窗外的灯光 用手电照射相反方向的墙 这时候 迟路就会调转方向 朝那个有光的墙飞去 还一再撞向手电打出的光点 光亮对他来说有吸引的作用 有吸关系 所以他以为亮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通行的地方 那么火光也是一样 他以为是亮光的地方 就可以能够正常的通行 试验后 人们一下恍然悟出了鸟类的感觉 浓雾中飞脑看不到任何东西 就努力寻找月亮的方向 当看见远处篝火的光亮 误以为那就是月光照亮的地方 所以是努力朝那个地方回去 飞鸟投火自焚的事情 也就这样发生 让山里人胆寒的七月瓣 飞鸟自焚之谜 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是好几个重要因素同时存在 而造成的一种巧合 飞不过高山的小型千行鸟 选择在相对低矮的凤凰山 集中过境 时间正好是浓烈的七月瓣 而为了躲避猛瓷 小型鸟经常会选择夜间飞行 特殊的地理环境 又让凤凰山的夜间 经常笼罩在大雾之中 而浓雾中 需要寻找月光导航的鸟类 就会错把火光 当成月光照亮的地方 扑向那里 激活撞入火堆 让人误以为他们是在那个特殊时节 为山殉葬 扑活自门 后来呢 王教授经过细心的考察 又陆续在云南的一些地方 发现了其他的一些 也有类似现象发生的地方 而且经过仔细考察之后 发现基本上都符合 像凤凰山这样的条件 首先呢是有一个山的压口 再有一点呢 这个夜间飞来 也就是过境的 这些小型扣鸟特别多 另外一点呢 那就是整个这个山体啊 经常是被大雾笼罩着 再加上晚上一旦有人点起篝火的话 很容易就吸引这些鸟啊 扑火自焚 应该说 这是目前王教授他们找到 比较合理的一个解释了 当然也许您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想法 希望呢大家也能够跟我们及时的联系 不过不管怎么说呢 目前呢通过对当地老百姓 进行科普知识的宣传呢 人们自动的减少了 在这个候鸟过境期间的 点燃篝火的这个数量 所以说呢 这个现象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我们再见 节目 咱请各位